这个时候我希望各线是用不同的颜色 我就想要把标记拿掉颜色 我要呈现的是图里的颜色 所以游标选到这一张 然后格式标记 大小请设到例如说20 接下来颜色这个标记建议重设为预设值 重设为预设值 它就去抓各线是不同颜色 你再把这个标记设为20 然后类别标签 我想要呈现出来 就是它是哪一个线式 所以A real 设到14 14好了 接下来我要把它设为动态 我要又讲回来这个栏位 好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有值 有X轴 有Y轴 然后标记 就每一个点就是一个线式 这个叫图里 下面还有一个叫做播放轴 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播放轴 只有散步图有播放轴 播放轴最适合放的就是连续的数值 这里面唯一连续的数值就是棉 但是它是类别 但是它是类别 没关系 它照样可以这样子放过去 好 请播 完全没有动 因为它是文字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 就只好把这个棉 从文字 文字改成整数 式的 然后是不是就2011 2012 2013 然后你再去看 这时候它是不是就会动了 更棒的一点是 你要知道它是怎么动的行为模式 所以你必须要台北市点下去 它就会告诉你它是怎么动的 就是这11年它的动法 也就是说前面它是缓缓的往右上前进 可是后面这几年 它就比较大幅度的往右上前进 而且假设你想要去看另外一个件事 你可以加按Ctrl键跟第二个限式 可以吗 也就是说前面表现还不错 可是接下来有趋缓 桃圆市有趋缓的表现 可以吗 就是重点是要看这个行为模式 如果你觉得这样看不是很清楚 你干脆放到焦点模式 也就是放到最大 然后你再去跑 那焦点模式有一个缺点 它就不够正方形了 对不对 OK 今天不够没 Blaz